大家好,我是潘大帅,欢迎收看本期大观战,来关键一下国父S1的盲女,这边的话遇到的是厂长,这个ID我没记错的话,这个图黄什么都会打,我见过盲,不是盲女,那个枫野雕刻,这两个是我印象很深刻的,厂长我倒是第一次见他打,好像黄一之主我也见过他打,上来的话直接找盲女,但回头了, 他抓其他人不好抓呀,这边抓勘探员,抓嘛你说肯定是能抓的,但是这一个盲女错过了还是蛮可惜的,他抓了盲女以后一波成功防守这个局说不定就云了,但是你抓了勘探员呢,第一勘探员就下来的话26能力比较强,还有呢就他修机能力没有盲女强,综合来看的话亏,亏个2% 是20吧,盲女这边还外置位去捶一杖子,减缓一下这边的一个踩板速度,好,你踹,你敲杖子,好,我来找你,但节奏上面已经比较差了,第一波没有找这个盲女,第二波再找到盲女,这一来一去的盲女,这台机子已经修了50%了, 然后盲女这边的话,绕一绕板子下一下,只要不吃个震慑,我觉得这个局穷者还是蛮有机会的,当然这套阵容还漂亮,这套阵容呢,大副来救人,你说要打一个救不下来,我觉得也挺困难的,所以说基于这一些啊,我觉得这把穷者机会蛮大的,我只能说机会蛮大, 也不能说一定就能赢,万一救不下来,出现一个什么问题,没救下来,现在只,对于穷者来讲,只输一手救不下来,就来救的人,当然看几波了,一般来说呢,这种局,打到现在这个局面呢,第一波,这边是想打一个闪性震慑的,但是没有能打到,第一波只要救下来,卡班救下来,第二波救人差不多是压机的,房女这边倒的位置还是个大方,不干扰任何的密码机, 这里是给娃上火,破掉这块板子,但,哎呦,我在看待遇还在打架,其实我觉得这波看待遇没必要过来打,嗯,吸了一手,当然你说打下来的结果好不好呢,好的,非常好,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的,因为这盲女是可以接受到地的,她只要不干扰到遗产机,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,这的话换,过来,大副直接要回表,非常好, 现在穷者要的就是稳,只要不出失误,这个局又是四伦开门战,四伦开门战你场长最多就是,空个场,保个平嘛,而且这场长他不带底牌的,他带的应该是,那个腕流吧,他是张黄嘛,对吧,算下机子,总量上面来讲,现在就差这50%的机子了, 嗯,没有可大性,第一波应该直接就遛穿了,哎,场长还是抓人难,嗯,不知道这个场长是选出来打的还是实, 这个好像也不存在比赛里面,时间到,给你选个场长吧,我还真不知道,这个场长看上去呢,确实有那么点熟练度,但是,也不像啊,为什么要打个场长呢,再不记,对吧,掏个红夫人,我觉得我也能接受,掏个场长, 因为这个ID我还是经常看到的是,这个是一个,绑前非常靠前的一个图黄啊,他打风眼特别多,我印象很深刻的,所以说场长掏出来就有点奇奇怪怪的了, 外面球者的话,这边重新起待机子就行了,重新起待机子就行了,这边王女在修了,可以了,够了,对于场长来讲呢,开门战闪现秒一个,然后啊,空,也有保平的可能性吧,不高,一点点, 其实球者现在要做的是省道具啊,而不是把这边的,比如说磁铁啊,飞轮啊,全焦了,对吧,刚才这边你爱追病患,追病患,那勘探员的磁铁开门战还是非常重要的, 等于说这病患把这个开门战自己的家底,在开门战之前一波给掏空了,其实这个是没有必要的,我觉得压根没有必要,这个病患有三个勾,而且他是个满血,吃一刀也无所谓的,麻吉点亮 不太有机会,不太有机会,我就大副摇个怀表好了,对不对 一靠过来我就摇怀表,我压根,对,就是这样子,我压根不给你这一刀,只要我不倒,我的队友就有茫茫多的机会,那边的话,应该是开门走的,甚至大副这边还有机会能跳地窖呢 大副想开门的话,门能开吗 想开门其实厂长回头我觉得还有机会,没机会了的,他这边应该是要丢娃去传手的 没了,撕跑了,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边就结束了,也是赶的赶,现在厂长真的难打 这个级别的穷人者,这种阵容掏出来,就第一时间抓毛女,我觉得还是有点值得的 好,感谢各位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 拜拜